你听过新疆有一个叫葫芦岛的地方吗 现在看到的这个视频就是新疆的葫芦岛 可能在地图上你还找不到这个地方 虽然鲜为人知 但是这里却是新疆一处绝好的赏丘秘境之地 先一起欣赏一下 这里有漂亮的大漠沙丘 而十月底这里更有绝美的葫芦岛 我们爬到沙丘上看一看 沙漠中的葫芦古树 金黄的葫芦树点缀在浩瀚的沙海之上 无论晨昏日暮 这里都是绝美的拍摄之地 我这次住在了葫芦岛的景区里 白色的房屋周边都是非常美的地方 让我们先从空中欣赏一下葫芦岛的美景 碧玉般的湖水 金黄的胡杨林 白色的林林沙丘 整个湖面面积相当大 这几天正是葫芦岛最美的季节 看多么金黄的胡杨林 往沙丘上面走一走 这里有游船接驳 船在水上游非常美 尤其是早晚的光影变化 让景色变得更加美丽 岛上的信号不太好 只有个别地方有信号 从空中看 这个湖面像一个巨大的葫芦形 估计葫芦岛就是因此而得名吧 我这次准备在岛上住两晚 日出日落 岛的四周都准备走一走 争取大家拍出几部精品的视频 这个葫芦岛尤其受到摄影爱好者的喜欢 他们不辞辛劳千里迢迢赶到这里 也确实感到不虚此行 而今年开始这里的旅游设施也逐步完善 岛上也可以住到不错的住宿 相信不久的将来 这里会迎来更多的游客 其实我今年的新疆胡杨林之旅 就是奔着葫芦岛来的 如果你被这里的景色所惊艳 想来这里 请关注我接下来的一两期视频 今天这个视频只是简单介绍一下 所拍摄到的葫芦岛 后面还会有一些更细的视频 包括日出 日落 住宿 交通等旅游攻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